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2022年12月23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黄承子 我是袁承 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新西兰总督基罗22号互制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新西兰互为重要合作伙伴 中兴建交50年来 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创造了诸多第一 中兴各领域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为地区和平 稳定与繁荣做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兴关系发展 愿同基罗总督一道努力 总结历史经验 加强战略沟通 推动中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迈进 更好汇集两国人民 基罗表示 新中关系是新西兰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新中建交50年来 两国关系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新方珍视两国间悠久的交往历史 期待继续推进两国合作 造福两国人民和全世界 同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同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互职贺电 李克强表示 中方高度重视中兴关系发展 愿同新方共同努力 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 加强沟通 增进互信 拓展交流 推进合作 推动中兴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阿德恩表示 新西兰将中国视为地区繁荣和稳定的关键部分 支持两国建交50周年之际 新西兰期待加强同中国的联系 深化 经贸 人文等领域交流 推进双方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上的合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 同新西兰外长马虎塔 在22号护制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王毅表示 中方高度重视中兴关系发展 愿同新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 增进相互信任 聚焦互利合作 妥善处理分歧 推动中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持续健康发展 并取得更多成果 马虎塔表示 新方真是同中国的合作 愿意继续为加强心中友谊而努力 另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2号表示 中国和新西兰互为重要合作伙伴 中方高度重视中兴关系的发展 愿意和新方共同努力 对动中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向前买紧 今天是中国同新西兰建交50周年纪念日 习近平主席同新西兰总督基罗护制贺电 李克强总理同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护制贺电 共同庆祝这个重要的日子 习近平主席在贺电中指出 中国和新西兰互为重要合作伙伴 中方高度重视中兴关系的发展 愿同新方共同努力 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曼谷会晤 达成的重要共识 以建交50周年为新的起点 继续发扬争先精神 推动中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向前迈进 更好的汇集两国人民 中俄海上联合2022联合军事演习 在东海海域举行 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表示 两国联合演习是对美国在亚太地区 挑衅性增添军事潜力的回应 俄罗斯国防部22号表示 俄太平洋舰队和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在东海海域会合 开始执行海上联合2022联合演习任务 俄国防部指 演习俄方司令 太平洋舰队滨海多兵种分舰队司令 卡扎科夫海军少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海军参谋长王宇少将通过无线电护制欢迎 商定了联合工作计划 随后两国舰艇驶向演习区域 中俄舰艇编队分别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和济南号驱逐舰率领 在航行过程中 两国海军演练了战术机动 并进行通信联系 据悉 在演习期间 将对空中目标进行联合导弹和火炮射击 炮击海上目标 并演练实际使用武器的联合反潜行动 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22号表示 俄中在亚太地区的海空巡逻 以及演习和训练 是对俄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实际落实 此类活动的目标 是提高部队和两国武装力量的作战协调性 以及提高抵御新挑战和威胁的能力 他还表示 这种合作是对美国在亚太地区 挑衅性增添军事潜力的必然回应 不过俄中不会效仿华盛顿的做法 在这一地区建立任何联盟和新的分界线 演习严格遵照国际法进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 22号结束俄联邦国务委员会会议之后 召开记者会 谈到俄乌战事的时候 普京表示 俄方希望尽快地结束战争 但是强调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任何武器装备 都没有办法改变战场局势 至于西方对俄的石油限价措施 普京表示没有对俄罗斯造成经济损失 但他计划下周签署反制法令 国京说正如他此前多次强调 敌对行动加剧只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俄方的目标并非令局势恶化 而是结束战争 普京说俄方一直欢迎谈判 因为所有武力冲突最终都是遵循外交方式 以谈判收尾 基辅方面越早意识到这一点越好 普京表示 尽管乌克兰一直从其他国家获取武器 但仍无法改变 乌方军备即将耗尽的事实 反观俄罗斯 虽然战事正快速消耗军事储备 但俄罗斯有坚实的军工基础 正在加紧生产各类军备 而提及美国计划 援助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 普京认为此举只是徒劳 俄军有能力应对老旧武器 那些总统不仅实际上是 这些人是不做的 这些人是不做的 和我们所剪的 而是不做的 对于西方针对俄罗斯的石油进行限价 普京表示他计划在下周一或下周二签署反击法令 不过他强调石油限价令并未对俄罗斯经济造成影响或带来损失 而谈及西方可能对天然气限价 普京就表示如果西方国家对天然气价格进行行政监管违反合约 俄方保留终止合约的权利 提及几个月来多次发生爆炸的北溪天然气管道 普京就将这些破坏事件归咎于西方国家 并斥责这是国家层面的恐怖行径 凤华一世综合报道 白俄罗斯政府日前发布命令 临时禁止民众进入和乌克兰交界的三个边境地区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高调到访 配合近期白俄罗斯对于部队战备状态实施的突击检查 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和猜测 白俄罗斯是否会和乌克兰全面开战 又会面临哪些制约因素 来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近期互动频繁 联合军演 武器增援 高端访问 边境封锁 外界猜测认为 这一系列的动作预示着 白俄罗斯或将全面参与乌克兰战争 从后方基地变为前方主攻 军事专家对此看法不一 乌克兰军事专家日丹诺夫分析指出 白俄罗斯军队力量较为薄弱 常规军和特种部队总人数不过两万 并且自二战以来就没参加过十战 因此去冲锋陷阵的可能性不高 就目前态势来看 白俄会继续充当俄罗斯的后方基地 并有望助力俄军 切断西方队屋军援物资的转运通道 法国前陆军军官安塞尔则强调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面临不小的国内压力 西方制裁和通胀飙升的影响 正在显现 两年前的大规模民众抗议示威 余波未散 选择这个时候火力全开 风险颇高 白俄罗斯军事专家 阿列辛对媒体表示 白俄罗斯社会 没有同乌克兰开战的心理基础 和俄罗斯人不同的是 白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 并没有敌意 也不明白俄罗斯 特别军事行动的意义所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普京在记者会上 谈结了俄乌战事 他表示俄方欢迎谈判 同时俄方的目标 不是要令到局势恶化 而是结束战争 但是另外一方面 俄方也并没有放松 军事部署的准备 白俄近期也和俄方 是互动平平 相关话题 我们请到时事评论员正浩 为大家分析点评 郑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 陈子 您认为俄乌局势 是否可以通过谈判 来实现和平解决呢 普京总统昨天 是和记者交谈的时候 回答了记者很多的一些提问 核心的还是围绕着俄乌冲突 而且这次的谈话 我注意到在时间点上 正好是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到华盛顿 进行访问这个时机点 因此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普京到底是怎么去思考 这场战争 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这场战争 当然普京他非常直白地说 莫斯科寻求以谈判 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而且基辅越早意识到这一点 越好 那么他甚至于强调 就是应该要立即地结束 这场战争 因为这场战争给两国的民众 给乌克兰带来了 很大的一些灾难 普京的这个愿望是好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 当乌克兰继续受到俄罗斯的打击 那么俄罗斯的军队继续强化 在乌克兰被占领的土地上的军事和司法的管制的时候 当这种战争的节奏并没有放慢 而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还在加强备战 准备下轮的攻势的时候 那么和平谈判怎么样展开 如何来展开 这个是一个关键点 我们必须要说的是 就是普京的这番言论 看上去应该说是还是可以理解 因为战争的最终的解决的方式 他必须要以谈判和平的解决 那么在战场上很难做到双赢 应该是双输的一个局面 但是这个现实也是非常残酷的 因为如果要想达致和平谈判 第一步应该是什么呢 第一步当然就是停止攻击 任何一方都要停止攻击 特别是俄罗斯应该尽快地结束 对乌克兰的占领 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也看到在上个月中的时候 10月17号G20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 措辞非常强烈 绝大多数的国家反对乌克兰的战争 并且要求俄罗斯 非常明确地说 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战争 从乌克兰的领土上撤军 在这一份联合声明当中 我们注意到所有的大国 包括中国在内 是签署了这份联合声明 莫斯科不知道吗 莫斯科要想和平谈判 第一步就是应该要停止战争 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 并且从乌克兰的被占领的土地上撤军 这是第一步 这是起码的一步 为这个和平谈判要创造一个 和平能够谈判的一个基础和气氛 一个氛围 莫斯科显然不想这样去做 而把这个责任推给了西方国家 推给了基辅 认为基辅是在破坏 不愿意谈 但是我们可以非常用常人能够理解的一个常识 常识来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家被人家给砸烂了 我们家的地头还被人家给占领着 你让我去和你谈判来结束这场冲突 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除非基辅无条件的投降 但是我们也看到 泽林斯基在美国国会上说 基辅完全不会投降 绝不会投降 基辅和西方国家会坚持到最后 在战场上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当然基辅这番话能否实现 我们也是感到怀疑的 但是呢 他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停止战争 应该是第一步 尊重联合国宪章的精神 尊重国家的领土完整 这是最起码的国际准则 普京难道不知道吗 普京现在是有点 我不客气地讲 他是有点发狂了 那么他说的这个愿望 中国 其他国家 国际社会都支持 但是如果要做到和平谈判 和平解决俄乌冲突 第一步 关键的一步 就是停止战争 停止军事行动 从乌克兰被占领的土地上 立即撤军 恢复法治 那么恢复乌克兰的主权 这个呢 是最重要的 关键的一步 是的 谢谢郑浩先生的分析观察 美国方面同样关注 俄罗斯从海外输入武器装备 那香港电台呢 引述美国白宫的消息 俄罗斯的工兵组织 瓦格纳集团呢 从朝鲜方面接受武器 白宫国家安全委会 发言人科比说 美国情报人员确定了 朝鲜上个月完成了 运送首批武器 包括火箭弹 以及导弹 这有关的数量呢 不会改变战况 但是美国会关注 朝鲜计划提供更多的军备 科比也说 美方估计 瓦格纳集团目前有 大约5万人在乌克兰作战 包括了4万名 从监狱招募的罪犯 而在某些情况下 俄罗斯的军官 甚至会听命于 瓦格纳集团的指挥 七国集团22号宣布 将会在军事以及财政方面 加强援助乌克兰 包括在2023年 寄予320亿美元的 财政以及经济援助 以及强化乌克兰军队的 防空力量 抗击俄军对其 民用技术设施的攻击 俄乌战事即将踏入 第11个月之际 七国集团的外交 及财政部长分别开会 表示将继续全力支持 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七国财长的声明表示 明年将会再给予 乌克兰320亿美元的 财政及经济援助 其中190亿美元来自欧盟 部分款项已经支付 部分则正在支付之中 声明强调 如果有需要 七国集团随时准备 给予更多支援 各成员国将一如既往 坚决支持乌克兰 应付及迫的 短期财政需要 同时呼吁 其他国家施以援手 七国外长的声明则表示 会进一步努力 强化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保护其免用能源 等基建设施 以免平民百姓 因俄军的空袭 而断水断电 及失去暖气供应 对于美国宣布 会向乌克兰提供 爱国者防空系统 贝尔伯克表示欢迎 七国集团会再研究 还有什么办法 可以强化乌克兰的防空实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下一节 还有更多的时事要闻 稍后见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22号在北京会见 美国亚洲协会 董事会联系主席桑顿 王毅表示 中美关系要实现 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首先美方要树立 正确对华人知 坚持对话而非对抗 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础 美方应该放弃 对华无理遏制打压 将拜登总统积极地表态 真正地付出行动 回归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 面对全球性挑战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 应该展开必要的合作 中方对同美方展开 各个层面对话 持开放态度 欢迎美国工商战略 学术界人士 更多来华面对面的交流 增进两国的相互理解 桑顿表示 美中理应成为 可以合作的战略伙伴 应该继续为促进 美中经贸往来 增进美国民众对华全面了解 推动美中关系 稳定发展 发挥作用 再来看香港商业电台报道 日本准备逆转核能政策 开始扩大使用核能发电 有关的计划将会提交内阁批准 同国会辩论以及表决 而日本经济产业省文件就形容 说核电作为无碳基本负载能源 在实现供应稳定核碳中核方面 都有着重要作用 当局未来将会继续使用核能发电 首相安田文雄表示 政府将会在提交国会表决之前 应该广泛地听取社会的意见 日本在2011年的福岛核灾难之后 政府的内阁会议决定尽量地减少依赖核能 但是报道指当局计划在明年重启7个核反应堆 加会令事故之后重启的反应堆的总数增加到17个 另外再来关注到香港星岛日报的消息 可以看看英国各行各业的罢工潮 在这个月还在陆续的涌现 6个主要机场包括了伦敦西斯罗机场的边界人员 从今天直到31号将总共罢工8天争取加薪 有大批的航班都恐怕会受到影响 英国高级官员在周三就警告 说在这个年末假期期间 飞抵英国的旅客 入境的时间可能将会长时间被拖延 这次罢工大概有1000名边界人员参加 受到影响的机场是英国最繁忙的 伦敦西斯罗机场 特流量第二大的盖特威克机场 以及曼彻斯特 伯明翰和凯迪夫威尔斯 以及格拉斯哥 苏格兰机场的边界人员的罢工的期间 有超过1万个航班 原定是飞往英国 可以运载200万的旅客入境 另外再来看英国媒体在22号的消息指出 在英国公立医疗机构 护士以及救护员举行罢工之后 保守党政府正在考虑 在明年提前为医护行业加薪 但是最新的数据显示 英国经济还在收缩 给机从行业加进的财政来源 也存在着疑问 由于人数超过万人的救护员 在21号举行近30年来的首度罢工 英国当地居民在当天 致电999紧急救援热线的次数 大幅减少 但积压个案数量大增 此外 救护员工会计划在明年1月 举行更大规模的罢工 届时紧急救援热线的接线生 以及护士也将加入 不过当地媒体有报道指 医护人员在罢工期间 仍会处理有生命危险的紧急事故 在威尔士地区一个救护站 所有救护员一度被临时召回 处理紧急事故 忙碌程度和平时没有不同 英国媒体消息指 英国政府正考虑通过立法 禁止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 参与罢工行动 与此同时 英国卫生大神巴克列表示 医护人员通常要等到每年8月 才会获得加薪机会 政府目前正在加快程序 尽早为他们加薪 当地舆论则质疑 面对财政压力 首相苏纳克如何抽出更多财政经费 给基层行业人员加薪 英国国家统计局21号公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 英国第三季度经济收缩幅度 达到0.3% 搞过预期 陷入衰退在所难免 此外 包括谷歌在内的多家 美国大型科技集团 放弃了在英国市场的扩张 减少在首都伦敦 租用办公室空间 英国商会调查也显示 四分之三的当地企业认为 在英国脱欧后的两年 英国政府与其他国家 签署的双边贸易协定 并没有为他们带来更多商机 还有媒体批评 首相苏纳克 在英国各行业举行罢工期间 不愿出面正式现状 在全英十万户是举行罢工的20号 苏纳克则是选择前往爱沙尼亚访问 当地媒体呼吁民众 如果见到这位首相 就催促他尽早亲手处理 劳资矛盾问题 在23号 英国机场的边检工作人员 也会加入到罢工的行列 时隔一天之后 在传统的圣诞平安夜 英国铁路工会 也会宣布举行新一轮的罢工 当地的工会领袖坚持 保护党政府原本是可以 提前结束罢工 造成的各种社会乱象 但是却选择不这么做 凤凰卫视 曹杰 吴若铭 伦敦报道 美国边界临时条款即将失效 大量的无证移民涌入寻求庇护 甚至是引发了拜登政府 和亚利桑那州政府的矛盾 另外一方面的暴风雪威胁 导致了全美有数千个航班取消 今天我们和洛杉矶卓视的记者 杨平俊来关注一下美国焦点 平俊你好 时间交给你了 好的 谢谢橙子和人认 大家好 今天美国焦点 首先看到的是 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 特朗普时期以疫情为由 颁发了一项可以及时逮捕 并遣返无证移民的条款 即将失效 美墨边境再次涌进 大量寻求庇护的无证移民 而临近边境的州份 新建有关于边境墙的做法 遭到拜登政府的提告 特朗普政府时期颁布的 新冠疫情边境限制临时条款 即美国法典第42条 原定于21号失效 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19号 让这一条款暂时延续 目前在边境 已约有5万人等候进入美国 亚利桑那州州长杜西 在今年8月发布一项行政命令 要求使用集装箱填补边境墙的空白 在21号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 拜登政府控告亚利桑那州 使用集装箱和铁丝网 建造临时的边界墙 以防止非法移民流动 拜登政府声称 亚利桑那正侵犯联邦的土地 并要求在1月4号前拆除 州长认为集装箱 只是一个暂时固定的装置 他希望拜登政府说明 就填补永久性的边境墙的缺口 给出具体的时间 受这一诉讼的影响 邻近的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 日前表示 德州政府将恢复边境修墙工作 报告指出 德州官员和私人土地拥有者 经过了数月谈判之后 将在他们的土地上 兴建边境墙 凤凰卫视杨平俊 李战青 洛杉矶报道 下面来看到的是 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 一股北极冷风 正在袭击美国的中部和东部地区 暴风雪将威胁 导致全美数千个航班取消 给圣诞节出行的高峰期带来不变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和各州的州长 紧急联络预警方案 圣诞节来临前夕 罕见的极地寒流和暴风雪 正在席卷全美 美国总统拜登 22号听取了气象部门的报告 表示白宫已经同全美26个州州长联系 沟通应对极端天气的方案 他还呼吁那些准备烧完启程 休假的白宫雇员立刻离开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北极冷风22号正在向美国中部侵袭 晚间转为东南方向 影响东部城市 将会给这些地区带来暴风雪 强风和冷空气 一些地区可见度将近乎为零 对于圣诞节想要开车 或者是搭乘飞机的美国人来说 将带来不变甚至是危险 气象局警告称 这将是一代人只会遇上一次的罕见暴风雪 22、23号通常是美国圣诞出行高峰 预计每天有超过300万人 会从全美各地机场出发 但是截至22号五间 已经有超过2800趟航班取消 影响的范围包括芝加哥、丹佛、纽约 堪萨斯、洛杉矶、华盛顿特区 等主要城市机场 西南航空22号一天就取消了近700趟航班 成为受影响最大的美国航空公司 而主要的航空公司是提前给乘客 提供免费改签的选项 一些城市将迎来数十年来最冷的圣诞节 气象局预计费城、纽约、华盛顿特区 在圣诞节当天 最低气温可能降至零下10摄氏度以下 芝加哥最低气温可能降到零下20摄氏度 凤凰卫视陈飞飞、姚一伟 纽约报道 下面来看美国媒体今天关注的重点内容 首先是国会山报关注参议院在刚刚通过的一项 1.7万亿的一篮子计划 为联邦政府提供下一个财年的资金 包括为乌克兰提供450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的援助 并且拨款380亿美元用于紧急灾难的援助等等 由于这一次预计是本届国会通过的最后一个重要的法案 多位议员都争取在最后时刻将自己优先的议题 尽可能地塞进法案当中 当天最终以68票对29票获得了两党多数的通过 也代表了第117届国会参议院的立法工作已正式结束 预计众议院将会在最早是在周四的晚上审议这一法案 为了避免联邦政府停摆迈出最关键的一步 众议院必须在周五在联邦政府拨款耗尽之前做出投票 通过这一法案之后交由拜登政府 下面来看到的是CN则关注美国人预期寿命将锐减的一个情况 报道指出受新冠病毒以及药物过量造成人数死亡增加的拖累 美国人均的预期寿命降至1996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 美国疾控中心在22号表示 2021年新冠疫情是美国第三大的杀手 造成死亡人数仅次于心脏病以及癌症 而包括药物过量造成的意外伤害是导致死亡的第四大的杀手 那么报道显示说 在2021年有10.7万例药物过量死亡的情况 较前一年增加了16% 新冠病毒在2020年至2021年的死亡人数增幅最大 这些都使得美国整体预期的寿命从2020年的77岁降至早前的76岁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好 谢谢平均 更多消息我们稍后解 欢迎回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2号在中南海会见来北京述职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李家超对李克强对李家超的工作表示充分肯定 强调中央政府将会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实现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2号下午在中南海子光阁会见香港特首李家超 欢迎他来经述职 李克强对李家超就任特首半年以来的工作表示充分肯定 强调中央政府将继续全面实施一国两制 并将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实现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你单人心理反观 老大企与日本政府们打扮烈 担扯大传稳定 такие都在说 直接做了围影香港社会的关系 才会推出香港政策国立 也在远坚决还拥有瓜哥 香港在2022年迎来回归祖国25周年 也正处在游质即兴的关键阶段 李克强指香港的命运和祖国密切相连 希望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并充分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 香港和祖国队命运是密切相连 也希望这区政府团结在香港管达市民 李家超随后向李克强汇报了香港当前形势和特区政府的工作情况 并感谢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关心和支持 感谢你对香港一直的关心和支持 也感谢中央刚才对我的美丽 既相连以来 我身既认重当年 必须尽紧理解 我和团队有共同的报复 团结日志 以作实施为原则 以结果为目标 发展经济 赶上名声 李家超在今年7月就任特区行政长官以来 首次到北京述职 除了汇报特区政府的工作之外 他在出发前还表示 将会向领导人反映香港市民的通关愿望 而就在近期 中国外交部表示将会英识英试 为跨境人员往来提供更多的便利 那预计届时内地和香港的通关安排 也将会做出相应调整 凤凰卫视 李小文 王磊 北京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2号在中南海会见前来北京述职的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 贺一诚向李克强汇报了过去一年的工作 以及2023年的施政重点 李克强既澳门克服困难 与深河区积极作为 李克强表示 贺一诚带领澳门特区政府 果断采取系列措施 稳经济 保就业 惠民生 让澳门稳定发展 未来要继续全面准确 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 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 以及完善特区法治依法施政 他并且希望贺一诚和特区政府 带领澳门克服困难 拥护国家战略 在横秦深河区方面要积极作为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保持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 贺一诚称要稳定经济 积极地支持国家战略 助力国家发展新格局 在过去的一年 特区政府施政团队 积极部署 认真落实国家发展战略 有效推进各项建设 并且统筹疫情防控 好 相关的话题 我们也再次请到 十日评论员郑浩来做点评分析 郑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 陈子 我们刚才看到了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会见前来北京数职的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并且对于李家超 就任特首半年以来的工作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那么您对于李家超上任之后的 第一次进京数职 有什么观察呢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是在昨天会见了 到北京数职的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并且指出 中央对香港特区行政区政府 这一阶段的工作 充分的与肯定 李家超表示感谢 中央政府对他工作 以及对他的团队的肯定和支持 那么我们也知道 中央肯定特区政府 这段时间的工作 那么也就是说 是肯定特区政府 这段时间工作的大方向 是正确的 而这个大方向的正确 我个人认为 它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政治正确 就是新一级的香港特区行政区 政府自从7月1号 正式走马上任以来 坚持贯彻执行 一国两制原则毫不动摇 准确把握一国两制的内涵 在这个问题上 始终是坚持一国为基础 两制为优势 这样的一个方向 准确全面 毫不动摇 毫不改变 不走样 不变形 来贯彻执行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这个原则 而另一方面 也坚决 坚定的贯彻执行 爱国者治港 这个原则 同时呢 积极的来落实 有关基本法 还有 国家维护 香港特区行政区 稳定的 这个相关的法律 让香港能够 游乱 倒置 游质 吉星 得以在一个法治的框架下 来全面的开展工作 所以呢 政治上的正确 这个呢 是首要 是首当其冲的 中央呢 对此呢 也表示肯定 而第二方面的一个肯定呢 我个人认为呢 是对香港特区行政区 自从昨马上任 这半年多的时间以来 各项工作 施政目标 以及达致施政目标的各种的方式 方法 予以了肯定 我们也知道呢 李嘉超上任以来 坚持 以务实的工作为原则 以结果为目标 带领他的团队 全面 开始施政 特别是首份 施政报告 公布以来 已经 全面开展 落实 有关施政报告 所提出的各项目标 特别是在解决 香港 发展过程当中 长期以来 阻碍 这个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着手 包括 房屋啦 就业啊 青年发展 科技发展等等 这一系列的 一些问题上 开始 有条部门的来进行施政 提出了很多的目标 而且呢 基本上 我也看到 各项目标 都在 认真的 执行当中 成立了相应的 工作的小组 委员会 一条一条 逐一 逐个的 来落实 相关的目标和任务 那么在这方面 特区政府 做了大量的工作 李家超本人 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那么 很多的一些 社会上 长期存在的问题 开始 开始 进入到了一个 实质解决的一个阶段 比方说 房屋问题 那么对 那些长期居住在 堂房 或者是 生活条件非常简陋 非常糟糕的 那些军民 已经开始逐步的推行 临时房屋建设的计划 对青年就业 青年的发展 也成立了相应的委员会 那么也公布了蓝皮书 那么对科技 推动香港的发展这方面 广泛的 要在国际 在内地 广招人才 政府也拿出大笔的资金 来推动 相关的计划 总而言之 就是在 落实 推进 中央 给予香港特别行政区 八个定位 八个中心这方面 积极开展工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特区政府 也积极地融入 国家发展的 总体规划 以及大湾区的 发展的战略当中 积极地推进 和内地发展的 各种目标 项目的积极地对接 同时也起到 对外窗口 对外开放 这个窗口的 这样的一个优势和作用 所以总而言之 就是中央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的肯定 主要是体现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 新一级的政府 走马上阵以来 政治上 施政上 都是正确的 大方向 是正确的 那么未来当然 中央还会 进一步地来坚定地支持 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 那么香港特区政府 有任何的困难 都可以向中央提出来 中央也愿意 帮助特区政府 来解决各种挑战 实际 用实际行动来支持 特区政府 支持李家超的施政 而特区政府自身 也在积极地努力 那么我们也看到 挑战是 到处都存在 无处不在 困难也不可能 在一时一日 就可以完全地解决 但是特区政府 在李家超的带领之下 仍然坚定不移 来推进各方面的工作 历经图治 精神是可嘉的 这样子 是 谢谢郑昊先生的分析点评 再过一个月 就是农历春节了 但是民进党当局 迟迟 唯有能够开放小三通 致使得部分台商台胞的 返向路受阻 碍于民间压力 台湾方面在22号宣布 分阶段开放小三通 新党认为 小三通已经停摆了近三年 蔡政府现在才要充起 实在太满 农历春节逐渐接近 在大陆的台湾同胞 返向过年需求大增 但蔡政府迟迟 不重启小三通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呼吁民进党当局 要多点同胞爱 民党可不可以摸摸良心 小三通跟增加航点 是我们台湾人在使用的 难道自己人 不能回来看病 不能回来拿药吗 有没有一点点同胞爱 对我们自己 所有在大陆地区工作的 台胞台商 台湾离岛金门 距离大陆厦门 只有1800米 小三通成为在大陆的台湾民众 返向回台的重要管道 有民众透露 过去只要花七八千台币 就能透过小三通回到台湾 如今直航班机少 花七八万台币 却还回不了家 对于日益攀升的民怨 蔡政府计划分阶段重启小三通 秦党认为小三通已停摆将近三年 现在要重启似乎已慢板牌 当然慢 其实我这个小三通停止 两三个月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不应该停止 因为这个交流的事情 是对大家都复利的 我相信小三通对台湾是有利的 小三通对大陆 对厦门也是有利的 所以大家照它放下 新党出示过去小三通的协议文件 强调过去即使两岸冰封 也都会以民众福祉为优先 呼吁蔡政府要放下意识形态 尽早全面开放 保障在大陆台上的权益 分析认为蔡政府恶意卡关 设置路障 导致民众反向路遥 民心也离蔡政府越来越远 碍于民间的庞大压力 蔡政府宣布分阶段实施小三通 第一阶段将以金门 马祖的民众为有限 凤凰卫视 庞诗婷 林博军 台币报道 台湾主计总处发布 2021年受雇员工薪水 显示全年总薪资平均数 为67万台币 换算一个月能够拿到 台币55800元的月薪 但是由于高薪和低薪的薪资差距 高达了4.09倍 实际上是有大约68%的人 没有达标 比例创下历史新高 台湾主计处公布2021年 员工薪资 全年薪资中位数 在50.6万元台币 较前年增加0.5万 平均薪资为67万台币 较前年增加2万 换算后一个月薪资 达到台币55800元 但有高达68%的比例未达标 街上的随机民众听到平均月薪 台币55800元都表示惊讶 有人要工作很久才有这样的薪水 还有人周围是普遍低薪 而整个台湾高达68%的上班族 都领不到55800元的月薪 比例创下历年新高 所以你觉得大部分能够领到 这个薪水的人都是要到 到大概私自备这种的 就是他从事医师 工程师 然后像可能前年也比较特别 就海运类也领得很不错 你有这个薪水吗 55800元 目前初期是还没有 你觉得说谁把这个薪水拉低了 是我把自己的薪水拉低了 你是不是 对 所以大部分你的周围 都有人是这个薪水了 没有 台湾去年内需产业受疫情冲击 出口成长畅旺 导致两者薪资差距扩大 航运业去年年终较多 也拉高了平均薪资 但高薪和低薪差距达4.09倍 是近六年来的第一次 也反映出台湾薪资出现M型化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022中国深圳好创业高峰论坛 在22号举行 100多家专精特新企业现场参会 活动围绕着优化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 拓展优质产业空间等话题 展开了交流 2021年 全球约有2.13亿家中小企业 由于面对经济下行 疫情反复等挑战 资金不足 人才紧缺 也成为了他们普遍面临的难题 在22号举行的 中国深圳好创业高峰论坛上 针对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讨论 受到关注 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变化 那么气候的问题它一直在变 那么还有社会的问题一直在变 所以我们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 我们肯定要是不能后知后觉 我们要先知先觉来去预防这些潜在的风险的发生 在深圳9成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来自于本土 各类创新载体有3100多个 学者指出在新的形式下 创新创业不仅在资源配置上需获得更专业的服务 同时产业载体也要从原有的单一聚集 转向与城市生活相融合 活动举办期间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接牌 并在现场与十多家服务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围绕深圳20加8产业集群 平台将在资源整合 人才集聚 产业空间优化等方面发挥效应 平台会紧密围绕深圳20加8的产业布局 和产业资源的组合和导入 辅助培育企业的科研力度 加快科创创新的发展 在优化产业空间方面 平台积极响应土地集约性的政策号召 通过城市更新示范产业空间 并且通过高架空L型的生态布局 在城市中提供G创融合的新模型 逐步形成都市型平台化社区化的产业格局 未来汽车产业新生态高峰论坛也在同期举行 今年的APEC中小企业工商论坛为期三天 共设立一场主论坛和八场平行论坛及对接会 2018年至今已连续四件在深圳举办 凤凰卫视陈威熙同虎深圳报道 好 下一节关注财经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美股在周四全线收低 主要的估值延续了年末的跌势 科技股零跌 而经济数据反弹走强 使得投资者忧虑 美联储将会在更长时间之内维持更高的利率 我们来看具体数字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爆33,027点 跌348点 跌幅是1.05% 纳斯达克指数收爆10,476点 跌233点 跌幅是2.18% 标普白指数收爆38,22点 跌56点 跌幅是1.45% 想请来看驻纽约记者发挥的报道 我们来看星期四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是DKD 走三大指数也是下跌作收 投资人忧虑 强势的经济数据将会使联邦储备级的政策倾向 持续保持鹰派的强势 道指盘中跌幅是一度803点 但是在收盘时跌幅有所收战 星期四公布的经济数据 上周首次申领事业救济金的人数是 21万6千人低于市场预期的22万人 显示美国劳工市场仍然是稳健 另外是第三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 也从前次公布的2.9%的增幅 而上周到3.2% 显示美国经济也还是在稳定增长 投资人认为这是坏消息 所以标准PRO500指数 11档行业股全面都是呈现走跌 领跌的是科技利股下降2.5% 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30个成分股当中 只有四支呈现小幅上升 是Verizon Nike 宝洁莫克 升幅分别都不到1% 但是跌幅最大的要算是 波音飞机公司下降3.36% 英特尔下降3.21% 微软公司也是下降2.55% 其他科技股当中 特斯拉重挫8% 也表示该公司将会有部分的车辆 减价7500美元 是投资人认为可能是销售遇到了顶头风 另外其他的科技股方面还有 谷歌公司 还有苹果公司以及亚马逊 也都是大幅重做走地 芯片类股跌幅最为惨重 美光下降5% Lam Research下降10% 主要是他们的客户都有严重的库存积压 所以预计2003年 经济在低迷情况下 公司业务很难开战 时间长期收益率在收盘时是3.684% 而油价也是下降0.18% 是78块一毛五一桶 做收黄金价格下降1.4% 1799.90美元一盎司做收 以上是星期四情况 凤凰卫视旁者纽约报道 好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 稍后见 西卢